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到了科学回路的时间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前四季说的中国如何如何 其实中国的文化学家是否有威过呢? 你在说什么时期 如果由二十世纪初开始有学生 越来越多与国际交流 然后有一批人才出来 其实我们之前说过很多中国文化学大师 其实可以说是在二十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中 已经跟着一些诺贝尔级的大师来学习 我们修复一下刚才的问题 因为有很多威力 杨振宁、李正道拿华国议长 香港也出过趋期 还有我们之前说的吴建宏教授 但问题是这些全部在外国做研究 但我想说的问题是 有没有中国在自己肚生肚长 虽然回到中国做一些基本研究 然后套用一句很震惊世界呢? 其实曾经和时我觉得很接近 不过有一位我们未有时间说 但在几年前自杀死了一位叫张首诚 他在二十世纪改革开放后 头那几批由中国毕业出来的一班神童 送到美国读物理学 他受惠于李正道的卡斯比亚计划 由美国帮助中国大陆培育很多基础的 物理学研究人才的计划 后来他也有施承杨振宁教授 在粒子物理研究和凝聚态物理有很大的成就 其实他有他的粒子物理的发言 那种成就跨了凝聚态物理和粒子物理 我会觉得这种人才就算在美国做研究 他后来再将研究成果带回到中国大陆 他一样可以令到中国大陆 又引育出一个诺贝尔级的研究 但是随着人的过去就没有了 那会不会将来有些新的人才 浸过咸水回来带放异彩呢 有亦不奇怪的 只要道门继续打开去学习新事物 甚至乎会不会由外国带回来的人 在本地培育一些人 来出一个很好的研究呢 那会也不奇怪 也不可能断言说不会 因为这些东西都跟得很贴 那问题是你争取的时候 人家会不会已经更多呢 那这个就是速度的问题了 可以说整个 你看看20世纪到21世纪 只要是在国门开放 思想开放的时代 人才就自然多 那你会发现在1949年之前 甚至乎如果在中国大陆 出现的人才 也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因为整个学术研究 就是和你的讨论有多开放 有关的 但是在1949年之后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在民国培养的物理学家 事实上是非常优秀的 有些名字甚至我们违望了 读到也是哈佛、芝加哥大学 还有德国 对了 另外还有普林斯顿 总之是一些第一流的名校 然后他们跟过的师傅 有部份都已经拿了诺贝尔 或者参与一些很厉害的计划 你说是吴建雄的 是跟Operheimer的 那他们之中有没有非常厉害的贡献呢? 其实这个要特意说一下 譬如说这些外国回来的人才 譬如49年之后 会周围跟外国人才说 你回来建置祖国 你回来就有很多机会发挥 中国人民站起来等等 的确当时有相当的一批人 没有去到台湾 去了中国大陆 其实是不少的 但是有些人 或者一直留在大陆没有走 我们说了畜生北 命运很坎坷 另外先前再说杨振宁的父亲 杨武之留在大陆 他应该面对冲击 会比较少 但亦是在1949年之后 他的发挥的机会 已经大大了 光芒大大上弱了 这些是讲人 但这里我想讲一些概念 其实在1949年回来的 这班物理学大师 他们真的将整个中国理论 物理学的水平 有个整体的提高 说得好说不好听 在文初时代 文国时代的大学的物理系 他们在讨论的研究水平 有人嘲笑 其实都是等于高中集体的水平 有人这样去说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人 你会发觉他们有能力 去讨论一些世界比较前沿的问题 那些能力越来越高了 那我就想今晚这个主题 讲一个例子 就是在1960年代 提出来的一个叫层子理论 不知道台长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没有 但是我找到维基百科的条目 是的 那这件事有什么特别呢 如果我换过一个话来说 就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在粒子世界 你除了整个原子 你再仔细看结构 就会在外面有些电子 中间有个原子核 还未完 原子核里面有什么呢 就是有些质子和中子的东西 混合在一起 就是原子核 那这个故事是不是这样完呢 又还未完 如果你看个别的那粒中子和质子 它为什么有中子就没有电荷 质子和它的质量差不多 就是有一个正电荷 为什么呢 为什么大家质量的东西 为什么有个有电荷没有电荷 又没有更加基本的解释 所以也有人会问 会不会在这些中子和质子的层面以下 再有一层 就是有一些更加仔细的结构 来决定它是中子和质子 其实有很多听众你喜欢听这些题目 你都知道就是说跨客 这个跨客理论其实就是在60年代 1964年 Marie Gelman 对了 如果说到之前铺垫 从40年代尾到50年代 其实已经陆陆陆陆陆陆 有些研究一直去问 就是里面有没有更加仔细的东西 但你说去到正正式 Present整个学问的诞生成熟 以及�iv确定到在 质子环中子的层面以下 还有一层更加仔细的 fer chaîne 在60年代尾才有正式的实验去承认 即是说之前已经有很多猜测和理论工作 那种理论工作亦是用到非常复杂的物理理论 即是规范墙的绝对有份 因为在未建立跨黑模型之前 亦更加是未建立量子式动力学这些学问之前 其实在60年代初已经有些量子电动力学非常成熟 有人说会否拿着量子电动力学框架 再推到原子核的世界 便很容易推荐量子式动力学 帮我们理解跨黑模型 刚才说量子电动力学最耍家是Richard Feynman 然后是赵永振一郎那些人 他们获奖也是60年代 即是学问研究本身已经是50年代的东西 所以你看到整个历史推演量 量子力学量子长轮量子电动力学 量子式动力学 一级一级推到上去 好了 因为我们要及时发现到中指和质指之下 还有一层夸克的结构是困难的 实验比较迟才有 所以整套学问的完整 有实验互相印证都要去到1960年代尾 才能完全成熟 以及颁出了诺贝尔奖 颁出给Mary Gellman 我还记得已然提及过 Mary Gellman的其中一个学生 就是中文大学前副校长 杨刚凯教授 也是小弟读书的时候 杨刚凯教授还是活跃地在教书 做研究的时代 当然杨教授的学问水平非常高 回到这里 其实为何说中国没有落后 继续参与这些讨论呢? 回到1960年代初 其实是由这群曾经出过去浸过咸水 亦都跟过这些大师去做学问的 一群中国籍的物理学家 他们49年回到大陆之后 或者五多年陆续续回去之后 其实将这些最新的前缘问题 带回中国继续去研究 所以很有趣 在60年代 其实他们是有坐在一起 开学术会议 来在基本粒子研究内 就向一个更加新穎的理论去推进 在他们的认知里面 他们都相信 在中指和质指的层面之下 应该有一层更加仔细的结构 来解释中指和质指的特性 他们最初也有人带着外国最一流的知识 最一流的资料回来 而同时在50年代、60年代 在中国的学术界 其实还有一定程度 跟外国的学术交流 是怎样交流呢? 就是他们还有一些可以订阅外国的文献 然后做一个翻译 或者不做翻译 他们根本上自己都看得懂 你还可以有方法将外国的文献拿回来 你只需要与国家交代 这件事是我们帮助建设祖国需要用的 技术材料 也有办法可以帮你订阅 其实如果问我 其中一个订阅的很好的途径 可能已经香港也不奇怪 是的 一点也不奇怪 但是没有人仔细考究这段历史 我觉得也值得拿来做科学会议录的资料 但这些我们要先做多一些资料搜集 在这个故事里面 其实就是当时的一班 都可以数到几个人名 朱鸿源、胡玲、张忠瑞 这些研究原子能 主要是研究原子能的人 他们就会向了 就是粒子物理学那方面去迈进 去研究最基本的粒子物理学问题 其实很有趣的 在整个中国共产党统领之下的研究 如果那个研究不得到一些党 或者重要的领导人的祝福 其实也不是很容易地开展下去 这个我要补充一下历史背景是怎样 因为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很厉害的 就是他用哲学理论去指导科学思想研究 几年前欣格斯写过一本书叫《自然变证法》 我看过欣格斯很厉害 他很早就说说物质是可以无限切割的 你别笑 你也这么说 物质可以无限切割的东西 你看希联哲学家已经有说过 但为何他又要这样自己说一次 我不清楚 但这里起码有一个证明 这张照片是怎样的呢? 这张照片是小的 不过是很代表的 我刚刚遮掩 我读给大家看汪庸 其中一位研究员 应该在北京基本粒子理论组成员中 代表北京基本粒子理论组 在北京北里讨论会全体会议上作题为 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研究 基本粒子理论的学术报告 这是自然反应的 对 毛主席当时看到了一篇文 这张照片是日本一个物理学家 他也有板烈无形 他说到世界是无限的 世界是充满矛盾的 物质是无限可分的 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同样是无穷无尽的 这是毛主席所说的东西 就是主席英明 当时有人说主席英明 有你这个指导思想 我们就更加放胆去研究这个 你有了主席毛泽东思想的背书 大家就可以搞这件事 有大佬照 对 事情是这样的 当然你问我到今时今日 在夸克以下还会不会有另一个层次 来决定什么 为什么夸克是这样的呢? 就没有 在逻辑上没有 对 实证上也没有 但我要说一件事 其实如果你说这个Platt constant 普洛克尚做 我们是不能再细分的 你这么说 这个世界最基本是量子世界 你总会有一些最基本的单元去组成 有一些时间段 你短也不能再短 时间已经不能无限切割 在我们的认识 时间和空间都不能无限切割 所以就算说到引力论 时空本身也不能无限切割 最基本来说 一定是要量子化一点 还有Atom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 不能再切割 对 你有权说夸克可能可以继续切割 但你不能说它可以无限地继续切割 如果你要认定有量子是对的 但怎样都好 当这个研究可以继续开展下去的时候 他们就发展了一个层子模型 他们叫层子模型的原因就是 这一层的东西 这些在中子和质子以下那一层的尺度 那个基本结构 只不过是其中一个过渡阶段 可能以后之下还有一些更加基本的层次在里面 所以他们就选了用层次的层字来做他们这个模型的名字 英文就叫Straton S-T-R-A-T-O-N Straton Theory 可以就是一个中国版本的基本粒子的模型 你可以说如果外国有它的夸克模型 就是成为主流 当时中国也提出了一个层子模型 当然之后的就是历史 跨克模型是得到理论和实验 双方面的实证 但到了层子模型 此时就成为追益 但他们看到中国当时的那代精英物理学家的其中一个 在最基本的理论和物理学里面的一个尝试 里面的概念也挺有趣的 他们都为其中的数学结构 尝试去定型 亦尝试去做一些分类 即是里面可能的数学结构 即是会有一些哲学指导思想去描述这个模型是如何 但实际上这个模型里面 他又没有什么方程去做研究 今时今日就说有做过 那些东西就用中文写下了 但这又很有趣了 在1980年代 当时李正道也有留意到这些 就是一个没有被发表的中国层子模型 就说不如这样吧 我们好好地将这些东西整理 用英文再发表 但最后都没有做到 但现在又很有趣了 通常这些东西最后成为了江湖传说 江湖传说就像什么呢 就像那些混天仪和后风地动仪 说到很有神力的 即是后风地动仪 那个龙的口子掉了一粒珠龙 就准确预出地震入了结构 原来只不过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你就不明白为何他可以说到那么神 他说这些中国人的智慧心不可测 你不明白的 层子模型也是一样 他们想到很深入的 其实甚至有些东西 深入到超越了 领先西方的 只不过是西方的人 而西方物理学的 陈志宏之流 是没有的智慧可以明白的 是这样的 但是这样说 如果你找回中国的资料去讨论这个层子模型 有人去讨论 但亦是因为基于你很难找回相关的文献 更加重要的是 例如说里面有没有给予一些预测 令到你在实验上有实证呢 也没有 实际上这个模型 这个研究 随着由1964年左右已经有了 但一到1966年 1967年文化大革命 所有引入 你基本上看外国的期刊 都已经是会出事 甚至乎直到就是 就算你们不是引入外国的期刊 自己是出自己中文的期刊去发表 他说这种文化都要取消 所以基本上对于学术研究交流 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因为当时全部大学都 不给你的发表 不是 都是那时全部都是修当的 没人做完搜索的时候 即是因为畜生不去洗厕所 就全部教授落下的 何时也不知道在哪 一定是有些事 各位真是当 everybody DER的一個 revisit 是登开做事 热灯án Jeez 你再不幸Day就會给那些学生讨象 也不知之后 我们仍可以找到一些 当时一些很出名的物理学家的下场 非常恐怖 洗射所有 要行乞有 发了瘋的亦有 难得在前半身学到的一身好本领 亦都去呼应共产党的招来 在建设祖国 但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之中受到遭探 毁灭性的打击 这个层子无形 在这里我认为是 如果 我们又会问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冲击 亦都保留着与西方的交流 以及去掌握到1968年最新的实验结果 那会否能够及时做一个修正 来比较一个更漂亮的理论呢 这只能说历史不能问如果 但我觉得有一帮很有智慧的人 亦都比较一个尝试 而去接近前沿研究努力 这一个这样的研究 我觉得是被政治运动租撻了 是非常可惜的 但是你一帮聪明的人 被一个马克思智律理论 来点来点去 这个证明他们也不太聪明 这里我读一读 因为原来有英文的资料 The structure model was a structure model of headphones and this proposition was influenced by Mao Zedong's belief if the matter can be infinitely divided 也就是说 这个英文也写得超错的 他也不太对 当然不太对 但有一句话他说是一个 structure model 是同意的 因为他还没有一个很完整的数学理论 来解释里面的东西 以及被一些预测 所以很多东西停留在概念阶段 由于这个概念 你怎样给一个对的方程式 来将这个概念演绎出来呢 现在甚至发觉 他订定的数学框架 都与我们实际看到有不同的 但是你说 在Galman他们发展这些理论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笑过想错东西 一定有 但是你及时有其他的理论家 以及其他的实验 去即时修正 就快修正 有这样的比赛之下 他们便能引辱了一个理论 这就是Karl Popper说的 就是debate and refutation 就是大家 达出不同的理论 去解释一些现实 大家互相批评 批评之中你找到一个逻辑 然后用实证 你还要用实证去寻找谁是真相 但刚才那个说法 根据英文的报导 就是1966年7月的时候 这个模特是正式在北京的 下季物理学研讨会里提出过的 是 而且似乎他跟着有后续的 你看到Sraten Model and Young Muse Theory 有这样写的 但是我们没有什么 跟着你 你在英文里面看到也有说的 有些 其实甚至乎去到80年 即七八年有人尝试去收拾出来 但其实人家已经走得很远了 人家已经有更加实证的东西走出了 旧的东西只能够做文献记录 以及你里面会找到一些东西 都可以拿回今天使用的 可能已经是去检查鞋的阶段了 去到80年再找出来 这些东西其实前后隔了十几年 其实就有很多 人家跑得很快的 现在就可能醒觉了 对于物理学家 是否一定要用以前的方法去对待呢 我觉得是的 你只能说以什么理论作为指导思想 你跟着后面就可以了 你只要加上前面的一句说话 这个clause就可以了 是的 也这么说 今时今日对于这些基本物质研究来说 中国大陆给的资金亦是非常多的 但问题上其他就是 你说那些细节上有多少人才 一直去回去呢 目前为止 你亦会看到中国大陆有的成果走出来 就算是基本粒子物理 也有很多成果 这个我们完全不能否认 是的 究竟这个仍然是开放研究 即是相对开放研究的局面 还能否维持下去呢 由一些科学意外的因素去决定 好 那我们今天就说这些超市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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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梁錦祥工作室 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节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节目